这是我见过最为狗血的漫画 女扮男装的她为了闺蜜抢了男主的亲户 哪成想最后竟是将自己赔给了男主 她叫燕景 是中原首富之家独苗 万贯家才唯一继承人 生母为往回渣男心意 让她从小起救女扮男装 男主其失荣 身为将门之后 世代镇守边疆 是个威猛的穷鬼将军 闺蜜陈云云 被官媒乱点鸳鸯普遣谢嫁给男主 婚礼当天 燕景两颗烟雾弹枪走了送亲的人 穿着夜行衣的她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走进轿子 帮闺蜜解开了束缚 燕景让陈云云替自己保密 毕竟她家只是一介商人 得罪不起大将军这样的权贵 陈云云笑着答应了 十几年的交情了 她怎么可能害她呢 商讨完毕 陈云云先行一步走出了轿子 燕景紧随其后 刚走出去就发现闺蜜堵在发酵门口发呆 她正疑惑时 抬手便发现 他们被一堆的士兵包围了 乌鸦鸦的一群人就这么举着毛 对着他们这两个弱女子 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太过分了吧 不远处 一阵马蹄声逐渐清晰 男主骑着马赶来了 燕景看到她的第一眼便觉得这男人真剧呢 而齐世荣看到女主的第一眼是感觉这人真傻 大白天穿夜行衣抢亲 是生怕别人看不到她吗 齐世荣没有和她多话 直接下令让手下将两人绑了起来 陈府内 陈燕两家家长带着自家孩子跪在男主面前求揉 这俩孩子胡闹 还请大将军恕罪 齐世荣冷笑 当街抢亲 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气氛一时僵持不下 燕景悄悄碰了碰陈云云 对着她小声说道 扶个软 给台阶下 陈云云很快便明白了 她面带羞涩 大将军威武 身边自视不缺美人 小女资质平平嫁给您就是攀附 而且 小女早就有心上人了 说着她看了一眼燕景 不敢欺瞒大将军 小女与燕景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 还请大将军成全 一旁的燕景整个人都傻了 她可是个女的呀 这件事别人不知道 但是陈云云是知情的呀 但是转念一想 答应这门亲事好像也不错 不仅帮了闺蜜 自己也不用发愁将来娶妻隐瞒身份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此即此 她顺着陈云云的话接了下去 草民确实与她两情相悦 还请大将军成全 齐世荣听完笑了 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 我也没必要当恶人拆散你们 说到底还是官媒乱点鸳鸯谱的错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完她便迈不离开了 燕景看着她脸上的笑容有点奇怪 为什么新娘子都被抢了 她还挺开心 女扮男装的她为了闺蜜抢了男主的亲 本以为会受到她的报复 哪成想这人很是轻易的便放过了他们 甚至面带笑容的离开了 这天 燕景将齐世荣约了出来吃饭 她准备趁着吃饭的功夫顺便赔罪 抢亲的事应该就算过去了 哪成想她刚准备开口时 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阵议论声 你听说了吗 大将军被人绿了 知道啊 燕家那个小白脸不自量力 抢亲被大将军当场活捉 也就是大将军开明才没有追究 要是换做我早就捏死他了 也不知那陈小姐是不是瞎了眼 放着大将军不嫁 竟然看上了那个小白脸 依我看 无非就是图那个小白脸有钱长的俊美 女人都这样 肤浅 不过大将军毕竟上了年纪 比不得 听到这话 燕锦憋不住笑出了声 说些什么大实话呢 这些人 感受到了身后的死亡注视 燕锦捂住了嘴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下一秒他血一上身 朝着隔壁大喊道 胡说八道 不图有钱长的俊 难道图你们又丑又穷话又多呀 大将军英俊威武开明任意 哪里容得你们编排造词 他身后的骑士容 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大白天穿夜行衣 一抢亲就已经够蠢了 还敢当着他的面 听抢脚笑出声 这小破孩也着实呆了点 许是被燕锦 嚣张的话语刺激到了 一群大汉从隔壁冲了进来 骂人地滚出来 当看到他们要找的人是燕锦时 这群人直接笑出了声 小白连抢了亲竟然还赶出来 今天我们就替将军收拾了你 燕锦被几人逼得接连后退 他当街抢亲的视线 在闹得满城风雨 让他堂堂大将军颜面扫地 不知道现在赔罪真的还来得及吗 就在燕锦即将被群殴使 骑士荣出生了 你们是什么身份 也配替本将军收拾人 滚 那群人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还有一人 顿时吓得疯狂逃窜 一旁的燕锦看着暴怒的骑士荣 全身写满了害怕 明年的今天会不会就是他的忌日了 一半男装当街抢了男主的亲 本打算私下请他吃个饭赔罪 结果饭还没开始吃 他就和隔壁吵了起来 最后还是骑士荣出面解决了事情 那群人走后 燕小绵羊变得十分小心翼 骑大灰狼看出了他的害怕 出声安抚他道 坐下吧 我说了成全你们便不会再计较 毕竟我也非真心昏曲 所以即便你们不抢亲 我也会给钱放他自由 燕锦弯下腰真诚地向面前的人感谢道 草明和陈云云若知如此 定然不会闹出这是让大将军为难的 您如此开明 草明不能不屑 这十万两是草明的小小心翼 还请大将军笑纳 说着他从袖子里拿出一盒银瓢 骑士荣看着满满的一大河面露一色 这么多钱仅仅是为了赔罪吗 这下轮到燕锦弯获了 不就是十万两银子吗 很多吗 也就他家两个月的利润而已啊 骑士荣看着面前的人没有说话 丞相李世千为了拿捏他 已经寻心刻扣军饷整整一年了 他把全数家底都贴到了供养大军上 如今穷的是两袖清风 这小子却在这时候巴巴地送给他十万两银子 他提醒燕锦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燕锦摆了白手很是随意地说道 十万两真的不多 还望大将军笑呢 骑士荣愣了愣 他怎么不知道广陵城有这么富裕的人家 一旁的燕锦眼巴巴地盯着他 仿佛他不收下他就要哭的样子 骑士荣这才妥协了 罢了 别有用心又如何 不过是个连喉结都未长出的毛头小子而已 不足为据 他收下了银票招呼燕锦作家 随意地问了他一句他家在做哪些生意 当得知只要是赚钱的生意他家都做事 骑士荣再次沉默了 沉思半天 他突然转头迫切地看着身边的人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你能否再借十万两给我 若凑足二十两银子的话 今年的军饷就够了 燕锦默然站了起来 十万两哪里够了 我再给你二十万两 不算借 算我孝敬大将军的 心里想的是 只要你别找我麻烦 三十万两就当买个全家平安 说完他立马起身向骑士荣道辞 他现在就回去取银子 晚上 燕锦带着二十两银子来到了将军府 看着院内破旧的环境 他不禁怀疑眼睛 他没看错吧 这里当真是将军府 这大将军原来这么穷的吗 莫穷得如此大方直接的人吗 身为一国大将军 他穷得家徒四壁 就连招待客人 也只能请客人喝白开水 连一丝丝的茶叶都没有 骑士荣突然开口朝燕锦说道 短短几个时辰就能拿出二十万两现银 看来燕家确实家底英识 一番话说得燕锦十分紧张 这都是店铺里周转的银子 挪用过来应急罢了 总不能让大将军等着 骑士荣笑了笑让他不用害怕 燕锦立马反驳到他没怕 其大将军没说话 只是将视线看向了他放在桌子上不断抖动的手 燕锦见状尴尬地收回了那不受控制的爪子 他在心里默默吐槽道 什么人吗 看透不说破这句话没听说过吗 两人沉默了片刻 燕锦率先开口道 草民斗胆好奇一件事 您先前都没见过陈云云吧 为什么就决定放他离开呢 难道您就没想过会喜欢他吗 骑士荣淡淡开口道 我对小孩不感兴趣 燕锦听闻满头的问号 十七岁未嫁的老姑娘算是小孩吗 这时下人突然来报 都清点完毕了 没问题 骑士荣问了一声看向燕锦 那就多谢少东家慷慨解门了 燕锦笑着站起身 应该的应该的 夜色一深 草民就不打扰了 说完他便朝着门外走去 这件事总算是彻底告一段落了 算算时间 从上郡和运过来的茶叶明天也待到了 希望能赶紧迈出去 尽快补上这笔赔罪钱的缺口吧 见过这么厉害的官兵吗 事故刚发生他们就锁定了犯人 茶叶到货的那天 燕锦一大早便来到了码头 却意外看到码头边守了许多官兵 通过询问刘掌柜才知晓 原来今天朝廷云言的官船也到了 他们家的货船就在官船后面 等官船泄了就能靠岸泄火 燕锦看着岸边硕大的船随口问了刘掌柜一句 你说这么大的船能运多少盐 身旁的人看了两眼船回到 若是船舱塞满该有两千斤 只是看吃水深度 又不大象 燕锦听闻在脑海中算了算 两千斤盐 只怕利润就有十几万两了 此话一出给刘掌柜吓到了 贩卖思严可是杀头的死罪 您就别去算这个了 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声大喊引起了两人注意 哎呀谁家的船断毛了 刘掌柜当即冲了出去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他顿时一惊 立马转头朝着燕锦喊道 少东家不好了 是咱们家的船断毛了 燕锦也是一惊 他凭借娇小的身形挤到了人群前面 刚好看到自家船撞上官船的场景 顿时他整个人都吓傻了 他这是惹出满门抄斩的大麻烦 此时燕锦准备用来填补缺口的茶叶正在下沉 但他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吩咐刘掌柜赶快帮忙抬眼 突然一堆官兵朝他们冲了过来 不由分说的就要将他们抓走 危急时刻周星出面拦住了官兵 张大人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严官张荣一脸严肃地回道 周将军 就是燕家的货船断毛才导致了盐巴泡水 我必然要将人抓回去好像大将军请罪啊 周星一把撞开燕锦身旁的官兵站到他旁边 随即抬头对张荣说道 事发突然 大将军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你先把人放开 张荣无奈吩咐手下放开了几人 燕锦见状让刘掌柜快把船毛拉上来 他家的货船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断毛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思考时 身后传来了马蹄声 骑士荣赶了过来 他下马询问周星怎么回事 还没等周星说话 张荣便急匆匆地开口道 是燕家的货船撞了官船 让两千金官严超半数地毁在了河里 还请大将军捉拿燕家上下问罪 燕锦听闻顿时一惊 他上前两部对骑士荣道 草民家的船毛是新换的 绝对不可能断裂 还请大将军明察 张荣冲了过去指着燕锦大喊道 你家的货船装满了茶叶 货物沉重船毛拉不住断裂了有何稀奇 燕锦一脸的无奈 茶叶哪里比得过谷物沉重 这船从前从未断毛过 骑士荣出声制止了还想继续争辩的张荣 他走到燕锦身边 面前的人已经慌得抖成了筛子 骑士荣将手放到他的肩膀安慰道 此事与你们家无关 说完他迈步走向了官船 燕锦看着他的背影内心充满了不解 他怎么这么相信我 就因为我先前送了他三十两银子吗 正巧此事下人从水里钻了出来 邵东家找到船毛了 何言为的茶叶你喝过吗 这么黑心的男女主你见过吗 他女扮男装抢了男主的亲 为了赎罪他赔了男主三十万两银子 本想用茶叶补上这笔赔罪钱的缺口 哪成想茶叶没到手 自家货船却突然断毛撞翻了朝廷运言的官船 燕锦不相信他家的货船会无缘无故的断毛 为了查明真相 他找来了铁匠师傅 多年的经验令铁匠一眼得出了结论 这是被人剧断的 而且看着像是这几日才剧的 燕锦沉默了片刻 他找到齐世荣说明了事情 齐大将军表示自己知道 我说了 此事与你们家无关 你不用着急害怕 这是一名下属突然端着一碗盐来报 这是在最后拼命救出来的几袋盐巴里面发现的 前头的都是上等戏盐 这些压在最底下的应该都是这样的脏盐 齐世荣顿时冷笑出声 这就是朝廷给我的军须言啊 看完这个 他差不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转头对着燕锦说道 朝中有人想整我 你家的货船不过顺带倒了没 不过 也不排除有人存心整你 事情处理完 齐世荣准备离开 燕锦突然拉住他的狐皮大肠 大将军 你不会追究我家的对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 燕锦再次试探性的开了口 那 你能承担我的损失吗 齐世荣猛地转过脑袋 他像是能承担得起的样子吗 看着面前这人期待的目光 齐大将军毫不犹豫地打破了他的幻想 不能帮你承担 燕锦听完顿时心碎成了渣渣 茶叶泡了水船又成了一半 这损失可太大了 然而齐世荣接下来的话又给了他希望 不过我可以帮你把泡了水的茶叶卖出去 我认识很多贪官 可以高价把茶叶卖给他们 利润五五分如何 商人的本性令燕锦脱口而出四六分 齐世荣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等你收拾好茶叶再来找我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 燕锦站在原地 看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这年头大将军都这么穷了吗 每日的饭菜就只是几个馒头加一盘咸菜 次日午时 燕锦如约来到将军府 齐世荣刚好端着饭菜走到院子里 来得正巧 一起吃点吧 我明天再带你去做生意 燕锦摆了白手推辞道 这就不必了 我还不饿 突然他注意到桌上的饭菜 就几个馒头加一盘咸菜 这年头当官的都这么穷吗 他们搜刮得明知明高哪去了 燕锦疑惑地看向面前的人问道 大将军平日里就吃这些吗 当官的俸禄应该不少吧 我家开在圣经的酒楼 平日里招待最多的就是当官的 都可着最贵的菜吃最贵的酒喝呢 齐世荣咽下嘴里的饭菜慢慢开口吧 是吗 有钱真好啊 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了 那一副落寞的样子 看得燕锦忍不住心疼 他想要给面前的人提供好的生活 但结巴了半天却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齐世荣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抬头看向他问道 你想说什么 燕锦突然缓过神来 他默然站起身 我记得家中还有事物要处理 就不打扰大将军用膳了 待明日 我再来找大将军一起做生意 接着他在齐世荣一脸疑惑的注视下 飞奔出了将军府 五分钟后 燕锦捂着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 还有点愣神 该死的 大将军怎么能露出那样是神情 刺激的他想 感觉到心脏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燕锦只能跑去找闺蜜寻找帮助 沉浮内 陈芸芸被惊了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你说什么 燕锦很是拘谨地坐在一旁 你说我这么有钱 养个英俊帅气的男人能不能成 陈芸芸脸上顿时写满了八卦 快说 是谁勾搭你吗 燕锦小脸一红 没有人勾搭我 是我见色起 陈芸芸听闻后八卦之心更旺盛了 不得了啊 快说到底是谁 燕锦慢慢吞吞地开口道 就 就是 其实你也见过 陈芸芸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你别告诉我是那个大将军吧 燕锦脸上满是笑容 你不觉得他高大英俊吗 而且昨天官传出事 事情还没查清楚呢 他就先安慰我来着 这要是换做别人 怎么这也该先给我甩个冷脸吧 陈芸芸看着他一副陷入爱河的样子 长叹一口气 真是年轻啊 这就把你迷住了 不过他在高大英俊也不行 听我娘说 他快三十了身边还一个女人都没有 说不准啊 就是因为有点毛病在身上的 他喜欢的男人洁身自好不尽女色 结果闺蜜却由此得出结论 这男人指定身上有病 气得燕锦立马反驳他道 少胡说 说不定他只是忙于公务呢 陈芸芸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 你可真是小看着官场了 像大将军这样的人 想要攀刀枝的人多了去了 他要是个正常男人 就算没有正妻也会有小妾吧 可你看他 完全不尽女色 说着陈芸芸的小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难道他好男色吗 燕锦听不下去他的脑洞大开了 我来找你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陈芸芸笑着拉住想要离开的燕锦 哎呀我就说着完蛋 不过他现在把你当男人 你想接近他 岂不是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燕锦只是头脑意识发热 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陈芸芸见闺蜜一副落寞的样子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别发愁 我爹说了 丞相与大将军是死对头 寻心刻扣了一年的军饷 大将军为稳定军心自己掏了腰包 所以现在家徒四壁的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只要你舍得花钱 就不信他不上头 对不对 话虽如此 但燕锦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不能暴露身份 陈芸芸笑了笑 现在还早呢 顾虑这么多干嘛 难得有个喜欢的人 和他多几次相处的机会 不就是最美好的事吗 突然这时 管家着急忙慌地找到燕锦 少爷 园外回来了 请您立刻去明寿躺一躺 画面一转 燕锦端着托盘走到爷爷身旁 您身体不好怎么还出门啊 燕园外咳嗽了两声慢慢回道 你叔叔过世满一年了 今日族中商议你婶婶的养老之事 打算将你叔叔的家产分了 另外安置了你婶婶和堂妹 燕锦听闻有些疑惑 先前不是说好给堂妹招需入坠吗 现在为何分家呢 燕园外冷哼一声 入坠 那偌大的家产岂不是就便宜外人了 若不是我常受血 你娘又生了你 我们家也是要被吃绝户的 所以你要争气血 成家后早早淡欲子嗣才是 这万贯家才是我一声心血 万万不可便宜了别人 听着爷爷的教诲 燕锦脑海中不禁开始担忧 若是他将来暴露了身份 这老人家可如何受得了啊 有些人他单身到三十岁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女主委婉地表示天气不好 我再泥城 他欣然应允然后直接开走车 只留下女主和他的侍从 在原地面面相去 一大早 燕锦专门驱车来到将军府接人 齐世荣将他带到了一处酒楼 刚一进去 在场的官员们纷纷站起身 给两人打招呼 燕锦看着这些人 虚伪的面孔默默挪开了视线 这些当官的 一看就兜肥得流油 齐世荣来到主位上坐下 接着就开始了 他们的组团忽悠环节 我和燕公子合伙卖茶叶 谋个财路 你们懂了吗 此话一出燕锦整个人一惊 这大将军说话也太不为晚了吧 然而在座的众人各个都是人精 立马就有人接话询问燕锦茶怎么卖 燕锦和齐世荣对视一眼 瞬间胆子大了起来 我家的茶是新茶 明焕雪里春 头一次拿出来卖 大将军最爱 也不敢多要价 一方茶砖五十两 反正大将军说这些人都是贪官 那他把价钱翻五倍应该也不过分吧 等到散场时 外面正下着暴雨 燕锦撑开伞一脸 期待的对身旁的人说道 草民送你回府吧 齐世荣立马推辞道 不用了 你把伞借给我就行了 燕锦看了眼地上的积水 这个路你要是走回去的话 必定会湿了鞋袜的 还是坐马车吧 齐世荣在脑海中想了一下 是这么个道理 他侧过脑袋对身后的人点了点头 那人领命后走到了马车旁 与车上的人交换了一个位置 燕锦满脸问号地看着心上人大步走向马车 中途那人还很有礼貌地回头向他道了一声鞋 马车慢慢从他眼前离开 燕锦身旁的侍卫有些疑惑地问道 您怎么把马车借出去了 那我们该怎么回去啊 燕锦也是这事才反应了过来 其实 他的意思是顺路送他回去来着 也不知道这人是什么脑回路 竟然理解成了这样 他现在把他叫回来还来得及吗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感谢观看